今天这个小视频要请您注意听 因为它跟我们的听力健康有关系 社会组织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 说现在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听力有损伤 也就是说有15亿人听力都有问题 那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了 但是医生说这跟我们的用耳习惯 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如果你长期在一个噪音环境里听耳机 而且把音量开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就会伤到你耳朵里的毛细胞 我们为什么能够听得见 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有毛细胞这个小助手在 但是过于强烈的刺激会伤害到它 而且我们耳朵里的毛细胞数量是固定的 一共也就是12000到15000个 它是不会再生的 坏一个就少一个 所以你得好好地呵护它才行 耳机不是不能用 怎么用啊 注意三个60原则 一个是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% 第二个 长时间使用 连续使用不要超过60分钟 还有第三个就是 外界的声音不要超过60分贝 如果外界声音特别吵的话 那你要么用降噪耳机 要么你就别用耳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